近日梁洛诗复出拍戏备受媒体关注 同时他与李嘉诚之子李泽凯的关系也再次被扒出来 两人在一起多年并育有三个儿子 但梁洛诗却没有入得李家门 但分手后双方一直保持良好关系 因为他们之间还有三个儿子维系感情 关于孩子的读书问题两人经常一起讨论 据香港媒体报道 去年李泽凯就与梁洛诗提出 安排大儿子长治回港读书 今年长治已经在港岛区某名牌幼儿园上学 不过为了避免狗仔队追踪 每天长治上学只会交由保镖和保姆团结送 他的父母从未在学校露过面 只有少数的学校高层知道 为了方便照顾儿子梁洛诗以秘密回流香港 李泽凯在大坑找了个保安严密的寓所 给他和三个儿子一起生活 只要有空档 他会尝到梁洛诗住所的私人会所与孩子玩耍 他有时候又会带孩子回父亲李嘉诚的大宅吃饭 让他们享受爷孙乐